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继续呼朋唤友继续来上课 那我们现在七八月的课呢 我们星期一我们会有理财课跟法律课 星期二呢我们照样有我们的心理健康课 还有很特别的就是花艺设计课 而且是走自然环保风的花艺设计课 星期三我们有物理治疗课还有营养保健课 星期四我们有瑜伽课 星期五呢我们大家继续来唱歌 我们有客家三歌文化课 老师会带着我们来做学这个客家的绕口令 还有唱客家的三歌 星期六呢我们继续是大家喜欢的健康养生课 还有这个口腔卫生课 所以呢满满当当的这些公益课 我们都鼓励大家就是赶快赶快来报名参加 那这是一个公益平台 那欢迎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面子书 不货面子书呢每天直播的链接上都有这个贴文 贴文上面我们都放了这个报名的链接 欢迎大家尤其是成年孩子帮你们的老爸老妈 阿公阿嬤来报名参加上我们的课 好那今天我们星期一的这个课呢 我们请到了就是基金咨询师 Violet老师呢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基金的这个理财课题 整个七月份的星期一都跟Violet老师来学习 马上请出Violet老师来给我们上第一堂课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基金 来进行养老的计划 有请Violet老师 OK小微姐早 然后呢老爸老妈们大家早 非常的开心 还有就是很surprise啊 我在这个公益平台刚好看到的 就是很像刚刚阿公阿嬷啦 老爸老爸们呢 真的就是活到了学到了 然后一般上呢我们的基金 或者就是现在实现很流行的 一些理财规划的这一些系列啊 一般上呢我们都会比较鼓励就是 呃他是跟着时代的进步改变 然后真的就是要一边学习啊 然后不管任何岁数呢都要做一些调整啊 那一个计划呢必须是要与时并进的 OK来到这里的话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呢 比如说是任何跟钱有关系的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确认对方的身份 还有就是相关的执照 就比如说今天呢我讲我是一个资金的执行师 实在我们英文就叫做unitrust consultant嘛 所以呢unitrust的话或者就是信托基金呢 他是有执照的 所以打个比方不管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只要是他有propose你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托基金的 或者是相关的朋友之类的 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提议建议的话呢 我们本身就要来问一问对方的就是 要怎么样确认一下你的身份还有就是执照方面 所以来到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去google OK google的话呢我们可以放上就是 is my consultant authorized so你来到这里的话你google 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然后你就把对方的名字打进去 就是他的名字expert他的ic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ic号码 所以你打了名字还有ic号码呢 他就会出现在右边的这一个图 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的那个执照的号码啦 还有就是我的全名啦 还有就是我现在所属的公司 然后最重要就是他是多少年的资历 打个比方假如我说我是2004年 so你可以确认一下对方是2004年join到现在 还有就是比如说对方可能就会提 哦我在这个领域可能已经超过10年了 所以你可以先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 还有就是看他的资历是matching的 啊所以这一些呢点点滴滴 我们都是可以在online的这一个部分 首先先确认一下 OK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 首先呢我们要做规划的时候 我们必须先来充分或者了解一下 我们的单位信托基金 尤其是他的操作方式 so就可以避免啊有一些污秽 或者就是一些呃可能规划有一些不当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单位信托 单位信托其实就是 集体投资计划 打个比方我们这里有20个人 大家可能就是预算不一样 可能有些500010千 我们累计上来就成了一笔钱 OK我稍微画一下 OK这一笔钱呢我们就会把它存入 简单来讲就是变成一个叫做基金 就是共同的资金 OK然后这个基金共同的资金呢 就会被托管 托管在英文就是叫做trustee 就是你的这一笔钱呢就会在trustee的 那个托管之下就是他们就是会 save guard着 然后呢这一笔钱比如说这个是属于呃 比如说一些例子就是大众信托 基金的话呢他就会在这里做一个管理啊 so英文叫做fine major ok然后他们做管理的同时呢 他们这里就是会做个别的投资啊 一般上呢我们都会在不同的资产类别或者就是领域 就是sector还有就是国家啊 这一方面呢我们叫做多元化投资组合 就是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一些英文叫做asset allocation 还有呢我们拿到的回酬呢就会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在英文里面叫做distribution 华文的话呢就叫做finelly 还有一个就是capital gain呢或者就是capital appreciation 就是资本收益 OK之后呢这一些潜在的回酬 我们就会把它分配回给我们的投资者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方式 OK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呢就是 比如说投资在单位信托基金的益处 OK了解了前面的部分就要来看一下 OK单位信托基金呢 他是他的益处有些什么 最普遍的大家可能都会发现到就是 他有基金经理管理 这样基金经理管理的话 无形中呢就省了老爸老妈们 还有就是比如说刚好我是工作比较忙碌的 so这一方面呢就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有专业的团队管理嘛 所以呢潜在的回酬一般上都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来到任何的投资 比如说就包括单位信托基金他也是会有风险的 下一期就是下个星期一我们会讲多一点关于就是风险的 OK来到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一些回酬啊 他因为是多元化的所以呢 风险调低的同时你就可以看到是属于什么类别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一下比如说刚好你的钱是属于短期中期长期 还有就是从简单的一些风险来看一看 比如说从一到五啊 要怎么样分配或者就是要怎么样把我们的基金更有效的规划 OK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简易的交易 尤其是来到我们COVID过后啊的现在呢 大部分都已经来到手机的年代 很多时候你都会有apps啊或者就是上网也很方便 所以你可以从那边看到你现在的户口资料等等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呢 比如说一般上呢你投资在单位信托基金的话 它比较灵活性灵活性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拿钱 然后呢你要拿任何数目都OK 然后赎回就是redemption的意思 所以你进钱和出钱呢 就是说你进钱和拿钱的时候呢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OK然后因为我们是正规的投资 所以单位信托基金呢 它是交由我们的security commission呢 来监管的 然后另一个呢一般上大家都会看到的呢 就是呢威力就是我们的富力 就是我们的compower的interest啊 啊还有一个最大的部分呢 大家可能就会留意到的就是peace of mind 这样子在这里的话 因为一般上呢你有专业的基金管理团队的话 啊大家可能就是会看着 而一阵子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简单啊 就是说比较安心一点点 OK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OK下一页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单位信托基金的种类 OK一般上呢 单位信托基金的种类就有分四大部分 OK我们一个一个看哦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叫做money market fund OK华文我们叫做货币基金 OK首先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货币基金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很比较比较 就是说比较详细一点点 它是专门投资在风险相对较小的货币市场的工具 就比如说我们的定存就是我们的那一个fix deposit 还有就是短期的债券 就是短期就是那些short term的bonner 还有一般上就是一年以下的债券 OK然后这一方面呢 相对的他们的安全性 稳定性流动性还有就是弹性呢 一般上他们都是比较稳的 然后呢货币基金呢 也可以就是把它就是一个短期的避分港 就是temporary parking area 就是刚好比如说我有一小部分的钱 可能就是要可能一两个月要用到的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钱放在这一个部分 一般上呢比如说一年以下要用到的钱 就比较建议呢就是储存在你的货币基金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来了解的呢 就是叫做债券基金 债券基金呢英文我们叫做bon fund OK债券基金它一般上呢 都是会比较偏向于啊 投资在政府的债券 或者就是公司的债券 然后债券基金它给到你的 就是固定的收益 OK然后下一个呢我们要看的 就是带个风险的 OK带着风险呢 他们一般上都是345 然后这个叫做混合式基金 这个混合式基金在英文的话呢 就是叫做balance fund mixed assets fund OK这个一般上呢 他们就有在货币就是你的money market OK然后还有就是债券 就是我们的bond它也是会有的 然后还有就是股 股票市场就是我们的equity OK然后呢他们就分配在不同的 那一个资产分配可能就是 8%率不一样 OK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潜在回酬 一般上呢长期性呢它争取到的效益都会比较大 端期你会看到它的波动的那个幅度都会存在的 然后来到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一般上很普遍接触到的就是equity fund equity fund呢就是叫做股票基金 所以股票基金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它们都是比较偏向于啊 这个基金可能它会把80%的资金投资在股票 因为呢投资在股票的话的这一类型的基金啊 它们一般上都是走长期的 所以长期的话呢 它们就能够争取到那个效益最大化 就是maximize它的potential of它的那一个reference 啊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一般上风险相对的也是比较高的 ok了解了前面操作方式啦 还有就是呢这一个基金的种类 我们就来看一看下一页 等等啊 ok下一页就是我们就要看一看就是如何 善用我们的基金而进行我们的养老规划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呢 我把它简化成就是基金养民到老123 就是三个步骤就123 所以比如说很像我自己本身 不好意思 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话呢 人生上半场可能我们就是养基金嘛 人生下半场可能我们就要进行一些养老的规划 抱歉 抱歉一下 稍微 稍微喝一下 ok来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比如说呢 123我们就分三个步骤 比如说刚好呢我们的钱是属于短期的 ok短期的建议呢就是假如是一年以下的 ok一年以下呢可能我们就比较建议就是 把钱储存在货币基金 货币基金我们就有把它简短成就是 详细化 比如说它是属于低风险 低风险的话呢 在基金里面呢它是属于Risk 1 ok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波动低于一把 就是低于一的 我后面会有一些example 就是一些例子给大家稍微参考的 ok这一个波动性呢低于一 然后还有就是Flexibility 就是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比如说假如你是要它是很灵活性的 弹性的 简单来讲就是我要随时拿钱或者就是加钱 一部分或者就是全部的 啊这个货币基金呢都是很OK的 然后还有另一个部分呢就是流动性 流动性呢就是随时 ok比如说可能就不小心可能10天后要用到钱的 啊对你可以放这么短的时间的 然后当你放这么短的时间呢 注意哦一般上呢在我们的单位性货基金的市场啊 他们是属于零销售费 所以呢你可以随时 随地 任何数目 加钱提钱它都很方便 所以呢假如就是充分的流动性是很高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呢 它的利息是每一天计算的 所以呢假如那些你是要偏向于这一类型的 然后风险又是很低的 啊送的这一个完全呢就是可以啊就是刚刚好就适合我们的 OK还有一个呢就是啊来到老爸老妈 包括我自己的老爸老妈呢 差不多有时候都会接到一些电话 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啊 propose啊比如给老爸老妈们的话 假如要预防诈骗呢 可能可以试试看 OK可能可以跟银行的工作人员或者就是啊身边的这一些信托基金顾问 还有就是理财规划师啊都可以向他们了解一下货币基金 比如说我把一笔钱存进来嘛 so呢当我要提钱的时候啊 它必须是赎回就是redemption OK它一般上都要几天的时间 OK比如说四五天的时间啊 然后你才拿到钱 这样子的话呢有效的避免啊 诈骗来打给我们 就是说来可能就是会啊可能就是会打给着我们 所以现在呢很多老爸老妈们呢都开始接触到 然后呢他们都会啊第一步就是可能把一些小钱呢先放进来 所以在基金养礼到老的这一个一二三的步骤里面呢第一步 然后呢这一个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就是e-saving account 所以basically呢就是它跟我们的储蓄后口啊很接近 所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拿钱 OK然后呢这一个部分 OK然后我把它clear一下 然后我们就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就是属于中期 中期呢就是叫做债券基金 OK这个呢它的风险呢就是属于level 2 就是risk 2 它是属于第二的 一到五嘛它是属于二的 然后波动性啊一般上哦它们都是低于三 OK然后呢它也是一样 债券基金呢它的灵活度啊还有就是流动性啊 跟我们的货币基金呢基本上是大同小异 它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 它有一个销售费 所以当你来到任何的债券基金啊 在我们的市场上啊一般上呢它或多或少都有一个销售费的 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可能就可以用呢 大同性货基金的一些它们的页面呢 就是你去它的website 它们就会有放资料出来的嘛 所以呢那一些资料呢就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就把那一个呢列成一个例子给我们做一个参考的部分 所以一般上它们都有一巴仙的销售费 就因为有这一巴仙的销售费啊 所以老爸老爸们呢就要再就是说详细的思考一下 比如说这一些钱啊是大概是有一段时间 因为有一巴仙的销售费嘛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鼓励啊 就是比如说这一个部分 它比较适合啊 比如说老爸老妈们包括我自己 比如说啊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的一部分的定期存款啊 是属于每一年renewable的 就是说每一年啊 他们的FD啊 Fixed Deposit定期存款都是一直renew的有没有 所以呢一小部分的这一个部分啊 可能你可以把它转过来我们的债券基金 所以在这个债券基金里面呢 可能就是一到三年的时间啊 或者就是可能你可以给它啊 一到五年的时间都ok的啊 所以呢一般上呢 假如在债券基金的话呢 它的规划所以它是属于中期 中期的这一个部分啊 大家都是没有一个规定的 因为就很像比如说这么多年来 二十年啊 我的不同的客户 他们所谓的中期的不一样 有些他们可能就是认为三年左右 有些他们可能就觉得 三到五年是很好的 还记得beforeMCO的时候啊 我们有些Fixed Deposit定期存款啊 是48个月和60个月的有没有 就是四年和五年之间 所以呢那一个时候的他们就偏向于 债券基金啊 就是要给它放个三到五年的时间 这样子的 所以呢来到现在呢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ok然后我再把它clear一下 ok然后呢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看的就是长期 长期的这一个呢 也是很争议性的 一般上大家就会问就是 诶长期到底是要几长啊 等等之类 所以我们就要看回来 我们的那一个财务规划 比如说要看回我们现在的税数 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规划等等之类 可以互相配合的 然后长期呢一般上呢 我们可能就会看一个 八年到十年这样子的时间 这样子的时间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风险啊 是属于三到五 ok三到五包括 不管你是混合式的 股票基金都好 它们一般上都是属于风险偏高 偏高就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三到五 所以呢你在这一方面呢 你就要详细的研究 下个星期我们可以探讨多一点点 啊波动性啊 这个波动性也会在下个星期 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呢新进来的老爸老妈们啊 可能你们也可以报名一下 我们下个星期 因为我们会讲比较多风险的 这一个部分 ok这个呢 假如你看回呢 比如说这一些股票型基金 或者就是混合式的基金 对不对 它的流动性弹性呢 也是一样的 因为毕竟他们是单位信托基金嘛 所以呢就算呢 刚好不小心 可能就是几年里面啊 要用到钱 可能基金的表现还不太理想的时候 但是呢不小心要需要用到钱 还是可以拿钱的 它没有任何的那一个 restriction或者就是penalty 所以呢这一个部分 可能你也是可以再重新确认 跟银行确认一下 或者就是跟相关的 我们比如说信托基金顾问啊 或者就是理财规划时确认 ok预防诈骗 这个呢也是时下大家很 啊就会做多一项的规划 就是预防诈骗 然后来到销售费呢 也是大家的一个考量点啦 所以销售费一般上啊 在我们的市场上啊 都是会up to 5个percent 所以不同银行可能in between啊 有一些不同的promotion 啊所以这个呢 也是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ok然后来到这一个长期呢 比如说什么类型的爸爸妈妈或者老爸老妈们啊 可以参考的就是 比如说我有一部分钱 我就希望啊 可以达到一个就是长期啊 稳定性的回酬 啊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就比较建议老爸老爸们啊 就可以跟啊 比如说相关人啊 就比如说信托基金顾问这一些 或者就是你online查资料的时候呢 你看呢那些基金要有10年以上的业效 就是说你看他已经是10年以上 或者就是10多年 20年30年啊 这一方面的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啊 长期性对不对 他是不是能够给到你一个稳定性的回酬的 而且呢这一方面都是很transparent的 他很公开的 所以呢一般上你是在 个别基金公司的页面 都是会能够拿到这一方面的资料 然后还有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老爸老妈们可能就是会比较希望啊 他们的那一个财务就是 可以偏向于多元化的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组合 配合现在的经济成长周期 还有就是个别领域的展望 所以这一个方面呢 大家的看法啊 这些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呢 他是需要时间 大家坐下来好好详细的谈一谈 然后再重新规划一下 然后一般上都会比较建议呢 大概最少半年时间六个月 稍微看一下复盘 然后呢就是年尾啊 尤其年尾年头就真的是要再重新看一下 因为一般上年尾年头 可能有一些需要用到钱的 好像刚刚我在之前 是有跟你们提过的 比如说六月的时候 我的爸爸健康上有一些小状况 然后需要做一个小手术 所以可能那边也是会有一些 财务上的一些调整 所以一般上呢 我们可能在年中年尾年头 这一段时间 可能可以做一下 可能就是review 就是复盘看一看 OK 然后还有另一个部分呢 就是可能有老爸老妈们 可能他们也有做自己的一些功课 因为现代化的老爸老妈们 他们都与时并进 他们可能都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投资 尤其是可能就是股票 还有就是我们的产业 还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基金 所以有些可能他们就是看好 长期就是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步步高升的一个趋势 或者就是有一个步步高升 就是长期看账的 长期呢 他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效益 然后呢 他们能够接受短期的波动 就是短期会有一些波动啊 这一类型呢 他们都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所以呢 在这几个的普遍上呢 假如是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点 或者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可以这样子的安排的话呢 然后就可以参考 比如说基金养礼到老123 所以123的话呢 我在后面呢 也有做了一个一个规划表 所以呢 可能offline的过后啊 可能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attachment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例子 OK 例子的话呢 比如说货币基金 OK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拿出来的 这个资料呢 是在Probe Neutral的website OK 今天是没有任何买卖建议哦 也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基本上这一些呢 都是一个例子 就是一些case study 还有就是纯粹呢 就是做一些教育的用途 就是大家做一些分享用途哦 OK 来到这里 我首先只是要highlight给全部的老爸老爸们呢 你在任何的一个基金公司 他们的页面 就是他们的website 你都能够看到的就是他们的risk level 所以呢 你就先确认一下 比如说你手头上所拥有的基金 或者就是你接下来可能要参考的基金 OK 他们的risk level 因为呢 有些risk level 可能不是我们个别所能够承受的波动啊 可能我们就不要动 或者比如说来到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哦 这个risk level真的是异的 然后他已经写明白就是very low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债券 OK 债券基金呢 你可以看到一般上呢 在risk level啊 他是属于二 他是属于low的 然后呢 在这里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看到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们一般上都是会有 整个系列 就是整个债券基金的 然后你可以一个一个看 所以下个星期一呢 我们还会看多一点 因为当我们讲风险的时候对吗 我们就会看这一个 PHS叫什么呢 Product Highlight Ship 然后他有华文版的 所以呢 下个星期一的时候 我们就会探讨这个部分 比较多一点点 然后今天呢 我们主要就要讲解 如何善用啊 规划我们的那一个养老的生活 OK 混合式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的就是 诶 看清楚哦 这个呢 就是我想要特别 highlight一下啊 比如说你看啊 混合式你会看到 有些risk level是3哦 但是你也会看到 有些是4的 看到没有 你也会看到 有些是5的 所以呢 在这个混合式基金啊 他现在是会比较争议性的 他可能就会 需要你比较详细的去了解 OK 针对于他的这一个风险承受度啊 345的差别 到底真正是什么意思 不然呢 大家可能会有误会哦 阿嘎阿嘎以为就是3 但是阿嘎阿嘎有时候真的是不行的哦 所以呢 有些时候呢 在这个财务方面呢 可能我们就要稍微小心多一点点 然后呢 就学多一点点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是把它放上来 就是希望呢 可以分享多一点点 给我们的老爸老妈们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股票基金 股票基金呢 就很strict forward的 他就很简单的 他一般上呢 就是最高的 他就是5 他不然就是 就是5来的 所以呢 他一般上风险承受度的波动度 相对的也是最高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假如offline了过后啊 可能你就可以参考回 你先有手头上的一些基金 可能你可以先去个别的基金公司 可能就可以啊 一个一个先看一下 先研究一下 OK 然后来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到基金养龄到老一二三 我们首先要确保的就是呢 我们的资金收入啊 必须是要能够达到一个就是 continuous的 就是他能够源源不绝的 因为呢 来到我们两老的这一个阶段啊 就很像我的爸爸 今年78岁 我的妈妈77岁 7877 所以呢 你就要看到就是啊 他们进行方面还不错 生活上这些啊 再加上现在我们的通货膨胀也相对比较高 他们都是需要一笔钱哦 可以support他们的那一个expense 就是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把它先分配出来的就是 比如说短期的 OK OK 还有就是中期的 OK 然后呢 还有就是长期的 看到吗 假如我们把我们的那一个钱啊 先把它规划先 OK 比如说 我大概的这一部分钱 所谓的短期是极短要用到的 中期大概是中期的意思啊 对于我们个别每一个人不一样 OK 我大概什么时候要用到的 然后呢 有一部分钱可能是属于长期的 因为可能我就看到 长期的我也是要做一些小投资 等等之类的 看到吗 当你这样做这样子的安排啊 你的钱能够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钱不会打架 你的钱不会因为在一个 着急的情况之下呢 被逼要套现 不会在一个别无选择之 一个情况之下呢 就是要用到那笔钱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给大家一个参考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啊 他们都是可以轮流的 轮流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 OK 比如说长期嘛 OK 可能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啊 OK 这样我现在就用回我的短期的钱 OK 然后过后啊 还有一些钱要用到的 OK 我就可以用到我长期的钱 或者就现在长期的这一笔钱呢 已经开始看到有不错的一些效益了 对不对 这样可能也是可以把它放进来 所以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的图表 这样子的安排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确保我们的资金收入啊 可以源源不绝 它不会断 啊 然后呢 这样子的话呢 也比较健康 简单来讲就是呢 我们的那一个 cash flow啊 我们的那一个 呃 我们的那一个资金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一些 所谓的利息收入啊 也不会就是呃 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 要做一些不必要的决定 然后就很可惜的那一个部分 啊 所以呢 这一些呢 就能够帮我们啊 简化 或者就是帮助我们多一点点 OK 然后来到下一页呢 我就做好的一个图表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呢 要把我们的钱啊 先把它分下来 就是短期 大概你的那一个钱的预算 所谓的短期 钱 OK 钱的预算就是多少钱呢 然后呢 短期是极短 要把它分哦 比如说呢 我每个月啊 可能就是要用到的生活费 大概是多少 然后比如说一年 因为呢 每一个人他们做的这个预算呢 啊 都不一样的哦 啊 我给你们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例子 就是 哎 比如说 哎 我孩子可能呢 明年 要预备 结婚 这样我可能就要给他 一些啊 support OK 这样可能我要用到一些钱呢 to actually 啊 就是sponsor他一些啊 给他的那一个啊 婚礼的一些费用 所以呢 你看到吗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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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的时间呢 大家都很不一样 所以呢 那一个预算 就是你的钱的预算 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一个呢 就是充分让我们更了解 我们所谓的短期 大概是什么时间 啊 然后呢 来到中期 中期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 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就是 比如说有一些 fixed deposit 就是定期存款啊 它是每一年都是renewable的 这一部分的钱啊 它是能够让我们啊 是大概几久 才能够用到的 大家都有放过定期存款啊 还记得以前有36个月 48个月和60个月的 有没有啊 就拿回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 哎 我这笔钱哦 是可以放他一个36个月 就是三年哦 这笔钱呢 是可以啊 48个月的 OK 就是四年 OK 这笔钱呢 是可以给他去到 60个月 就是五年 啊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你从这个概念啊 再来探讨啊 就是 OK 我的钱的规划 OK 然后呢 来到最后 才来看一下 所谓的长期性呢 的预算呢 还有就是时间啊 所以这样子配合下来呢 一般上呢 做了这么久 我也是有客户 包括爸爸妈妈啊 所以呢 来到六十多七十多岁的时候啊 或者就是现在啊 可能才要啊 就是说 假如现在呢 我们要开始规划的话 这一些呢 都是能够帮助到我们 就是他能够补助我们啊 所以呢 让我们更清楚了解 我们个别的钱财的 规划上的一些 确保我们的那个利息收入 会有个别不一样的贡献 就是他的来源啊 所以呢 这一个 可能你们可以 screenshot下来 或者就是 过后小微姐 可能也可以 派一份copy给你们啊 或者就是 你可以把它 print出来 然后你可以自己填一填 OK 然后后面呢 我们来到这里 就要来到Q&A Q&A的section呢 可能就是 老爸老妈问哦 然后呢 通通就是我来答 可能在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 可能就是 有一些问题 可能已经准备好 可能想要问一问的 或者就是想要拿 另一个建议 就是所谓的 second opinion 或者就是 本身有一些安排 可能就想要听听看 不一样的角度 基本上我们来到Q&A 没有对合错 大家不要太纠结 对合错 或者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或者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是没有的 在我们的财务规划 我们并不强调这一部分 我们比较强调的就是 它也没有最好的 它只有最适合你的 因为大家的预算啊 还有就是时间点啊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来探讨的就是啊 就是一个 不同角度的交流 就是互相交流 然后来参考一下 可能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 这一个section啊 交给我们的小微姐好吗 还是这个部分 我们留在后面 OK 我还有一个呢 是今天要准备 特别给我们的 老爸老妈们的 老爸老妈们呢 有一个彩蛋呢 就是预防诈骗 今天我希望的就是呢 大家听了很多很多 这些tips啊 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就是呢 其实在TVB啊 我不确定老爸老妈们 有看过这一套戏吗 它是在2020年的 它叫做迷惘 它是TVB的 它是广东 广东连续剧来的 香港戏来的 它是连续剧 我想问一下 老爸老妈们有看到吗 有看到的话 或者大家熟悉用 Zoom的啊 可以在我们的 checkbox那边 打上1 1就是你有看过啦 2就是没有 所以呢 假如这个部分呢 可以把它screenshot下来 因为这一套戏呢 充分可以了解到啊 那个心态上的转变 其实是一个心理上的 然后呢 你会更清楚的 了解到他们的手法 就是他们的pattern 所以这套戏 它不是一记就完哦 它有里面 有不同的小故事组合的 所以每一个故事 就是跟你现在发生着 新闻上报告着的 或者就是常常看到 那些诈骗啊 等等之类的 对不对 很有帮助 然后呢 你可以screenshot下来 然后呢 专门就是share给 你们的朋友啊 朋友圈啊 或者就是 总之就是 还有就是 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啊 兄弟姐妹啊 就看这套戏 因为这套戏里面啊 它讲到很详细 还有就是 它的手法啊 包括一些用词啊 因为同 用那个戏 就是从那个 那个追剧方面 就是剧情方面啊 大家会有 那个动名啊 然后更了解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今天 特别准备 给我们的老爸 老妈们的彩蛋 希望会有帮助 然后每一期呢 我都会准备 一些不一样的 啊 所以呢 下个星期 我们再来看一看 啊 所以这个星期 是这么多 啊 然后呢 before我们结束的时候 来到后面的Q&A啊 因为Q&A可能就是 啊 会保留一下 啊 可能大家可能也要时间 想一下 要问问题的 啊 或者就是假如你觉得 哎 现在不是很方便 可能你有一些 要呃 咨询的 就是可能要悄悄 问一问的 或者就是要静静问一下 或者就是要呃 知道多一点点的 啊 你都会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呢 我的名字叫 Wylet 我是姓林 OK 我姓林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会伙伴呢 就是苏 所以我们两个人负责 今天的这一组活动 这一组呃 公益的活动 就由我们两个负责的 啊 所以假如你有一些个别的呢 可以过来问一问 然后这个就是 Whats 啊 Whats呢 也是有我们的照片咯 然后呢 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到底是怎样的 假如有担心的话 可能前面呢 那一个确认身份啊 那个部分啊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我先把我们的那一个 呃 我们的部分 交给我们的小微姐 来小微姐 谢谢你 还有谢谢老爸老妈们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Violet老师呢 今天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讲解 哦 让我们大家了解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情况哦 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利用 基金来进行养老的规划 那不获神明学呢 我们从2020年5月份开始 我们一直到今天呢 我们一千多奖的这个课里面呢 其实我们请过不同的这个理财师 来给大家上这个理财课 啊 那所以呢 呃 大家都可以啊 就是像刚刚Violet老师讲的这样子 每一个老师呢 都会有不同的角度 然后给我们做不同的一个理财的一个教育啊 那我们都欢迎大家呢 就是如果说也想听听其他老师的这个理财的看法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博货网站去哦 去只要打上理财这两个字哦 那基本上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理财的这个部分哦 尤其是新来的老爸老妈 如果错过我们过去的方方面面的这种各种课程哦 包括理财啦 法律啦 养生啦 运动啦 等等的各个部分哦 艺术的 那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博货网站去哦 都可以看到我们就是过去啊 大家的这个学习的部分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Violet老师 也谢谢面子书 还有中央堂里面老爸老妈的参与 也谢谢博货生命学院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新周日报 还有星际元乐林管理学院等等的这些机构的联合直播 也谢谢很多个人面子书的这个联合直播 还有就是我们中央堂老爸老妈的这个分享哦 好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 再做一次的这个预告啊 我们明天呢 星期二 我们继续有梅子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们延续我们在六六月份 五六月份哦 梅子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部分哦 那来到七月份 我们继续跟着梅子老师去探索我们的原生家庭 明天呢 我们来到就是要探讨的部分是怎么样的来跟我们内在的小孩做一个对话 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 早上九点半 我们继续来上课 好那我们继续 我们也是鼓励我们老爸老妈哦 阿公阿嬷 还有我们的成年孩子继续扑朋友 到我们的这个公益讲堂来学习哦 让我们大家一起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我们也活到老哦 好我们现在先结束 明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进入一份讲堂的交流时光